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城邦電台讀破萬卷書 今次介紹是小弟的著作 梢雞灣大家想住的地方 講梢雞灣的風土人情 和一些地方歷史 梢雞灣在香港島的 一個偏僻的地方 以前是很難去的 有了電車之後才可以說 不用經水路 不用搭船 或者不用搭漁船 山頒仔 就可以去到中環 經過灣仔 所以是一個居住區 後來就慢慢有工業 為什麼會做這本 地方的 風物誌 或者是風土誌 地方歷史 這樣的書 一來就是要記錄香港的 地方歷史 由一些普通的 老百姓 或者是 在當區住開的人 他用口述歷史 個人 傳記的方式 講當地 發生的事 用那個來記錄一個 很實在的 香港歷史 和變遷的經過 另外一個 就是我自己的 個人興趣 因為小弟 很多人都未必會知道 是 德國 戈亭根大學 民族學 和人類學的 博士 我研究的就是 民間歷史 神話 傳奇 風俗 那些 學問 民間歷史 包括 地方史 或者是 個別街坊 鄉民 或者是 老村長 老校長 或者是 老公長 生活的回憶 那些是正式的歷史 或者官方的歷史 很少提及的 在那些地方 我們才能看到 一個城鎮 或者香港一個城邦 活生生的形象 這一本 稍基灣 大家想住的地方 就是 用 訪問的方式 訪談了一些 老漁民 一些 校長 一些 很資深的醫生 在稍基灣 做水警 又或者是 開一些 水上士多的 就是 駕駛船四圍 去幫一些 人 賣一些 量油雜貨 他之前是 有一些 驚人的 事業的 曾經經營過 一個大力的漁船隊 後來 繁華虛盡 之後 甘願是 做一個 駕士多 水上士多的 船主 另外一些 就是 自學成才 做 農船的工匠 真的用油木做的 不是用索膠纖維 手工那種 甚至是有人幫他拍片 有博物館 把他手造的農船 傳在博物館裏面 這些都是 就是沙基灣的傳奇 整個書的 體例 就是我用一般 西方地方的歷史 亦都參考過中國 在名稱 特別是名稱兩代以來的 風土字的寫法 就是 講到沙基灣的簡史 沙基灣早期的經濟和民生發展 人物訪問 特別人物訪問 我是用文學傳記的方式來寫的 整篇是 你看起來好像是短篇小說的寫法 然後是廟宇和神誕 之後就是靈異的傳聞 接著就是沙基灣的人物資 裡面有講到 張五常教授 舒漢誠先生 葉輝先生 王仁葵先生 各種人物 在沙基灣成長的過程 最後就是 沙基灣這個地方的 大事年表 這裏都是非常用心機做的 整本書 那個來源 我訪問了一個 沙基灣的老街坊 透過他的介紹 認識了很多人 一個能一個 整本書的人物 組成了下來 整本書用了我三年時間 聯絡一些人 訪問 訂稿 最後 編過大事年表 罪言 罪言是講 舊區 好像沙基灣 香港島的舊區 他這個很濃厚的人情味是怎麼來的呢 我試用一個民族學的方法來做一次分析 都算是做得好 自己覺得 用的時間長 亦都是我第一本的風土字 還有其他風土字的 就是深水埗 灣仔 元朗 將來有時間 我都會陸續做其他區的風土字 希望可以把香港 很多 出名的區 譬如九龍城 上水 香港仔 或者是漁門一帶的地方 將它 編寫成為一個 香港的風土存置 我們就可以慢慢知道 在香港 一百七十多年來 由現代統治之後 整個發展是怎樣 從而知道 本土情懷 怎樣過來 這個是 愛護香港 或者以香港為家 一些很重要的功夫 小弟就是 算是略盡勉力 亦都算是 將我在德國學的 民族學和人類學 就放在實際的研究 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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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 中華 又回來 介紹 有一位朋友寫的書 蔡利文先生寫的 《搭著回憶走過來 從明華大廈開始 這本書很奇怪 是講一個 明華大廈 即是講一座大廈的歷史 當然 這大廈其實是大的 就是明華大廈 在梳基灣 是一個 未是公屋 但是是公營房屋 它在阿公岩對落 之前 上面有些木屋區 之類 清拆了之後 建成了 明華大廈 這是政府建的 之後就是 木屋區周邊的人 搬了下去 所以 它最初住的那些人 其實是木屋區 互相相識的街坊 或者是同鄉 所以大家就上了樓 去了一個 安全 亦都是 通風 的地方 通透的地方 當年的管 亦都比較寬鬆 所以非常好玩 亦都是很溫馨 很幸福 在裏面 大家是 安居樂業 互相介紹職業 有些是做公家的事 有些就是 駕巴士 駕電車 總之就是因為屋子很便宜 所以慢慢就可以富裕起你 這本書就是講整個大廈 落成 和煮進去的過程 就記錄了很多 街坊 樹民 那些生活 或者是 駕利倫舍那些 開心的 玩意 譬如說 瀑梨梨 捉迷藏 找一些橡筋 射一些紫仔 射馬子 或者是中秋節 那些風俗 宇蘭節 裏面 亦都記載到 我們比較少見的 黑巧節 即是 農曆7月7號 黑巧節 講常鵝積旅 接著就是 有七者盤 那些 七者央 那些 那些風俗 都記錄了下來 非常難得 一個舊的 上了樓的 大廈 但裏面 居然保留了很古老的 農村風俗 那裏面亦都是很多 舊的 圖畫 或者是大廈 房屋處的那些證件 交租的證明等等 那整本書其實是很值得看 亦都是 一個 舊式公屋的懷舊 的一個住作 那明華大廈 應該就是 清拆和準備重建 所以這本書記載的都是消失 幸好 蔡黎民先生 就 好用心機 把明華大廈 好像一個 地方字 那樣記錄了下來 使得我們可以 用他的一本書 和裏面的圖 看到當年的情況 和裏面的黑色 我們 sail來 李宗人